我們今天來給大家看一下守護在這麼過分的BUFF之後 在PVE的狀況會如何 因為在PVE的情況下在早期 在充電還沒出來的那個時代 我們光用日月獵血還是日月獵 就可以用這個隊伍打到的第81回合 沒錯就是81回合 因為那時候的81回合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這應該算是中時代了吧 他也是過去了你知道嗎 然後呢後面就出了充電嘛 聖劍嘛 大概12月12劍嘛 那個回合數就直接往上不要出個水球嘛 日月獵血就會到1177回合 那這一次改版之後呢 我們的守護也會變得非常簡單就可以疊起來了 只要我們不開特性的話 這樣確實蠻可惜啦 因為畢竟我們開特性我們開多一層 多一層的話我們傷害就多了再多51% 他是完全複利疊上去的 所以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現在反而會覺得說守護 會不會其實真的是守護新手來用的 就是如果今天我只有一個人的話 我用守護然後配上10等的守護 他爬上去的位置 確實應該是會比較高一些 我之前已經拍過嘛對不對 那還沒到完成啦 那時候只是先參考一下 因為真的要用的話 可能我要真的是完完全全 自己去體驗一下那個感覺是如何 你知道嗎 好啦現在到第20位了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對面把我殺到滿心就好了 那我這次的狙擊位呢 有一點點不好啦 但是大致上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靠調整關係 調到最完美的位置 只不過場上多了一顆裂痕啦 不過也還好啦 今天我不相信會因為多了一顆 多了一個守護就可以多打到幾關 我們場上的守護呢 總共是有到7顆 所以我少了一顆守護的話 等於這傷害大概少了10幾% 少了10幾%大概也不過就是一兩關而已 吧 應該沒有到差非常遠吧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今天沒有要用上什麼隊伍的話 用狙擊圖的傷害會是最高的 因為畢竟可以差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多打一下惡王 這樣的話傷害就差非常非常多了 好啦那對面的話呢 就是用最現金最標準的導轉殺啦 那導轉殺的話 這一次他給他殺到第幾回合才殺滿了 我記得沒錯的話很像也差不多在50幾回合啦 反正導轉殺真心非常推薦啦 不管你在哪裡都很好用 必不得已沒必要的話 除非你真的是要打非常高啦 再去用克轉殺啦 不然的話導轉殺真的是很香很香 好啦這邊就只差最後一點點啦 那因為我們這個時候守護可以全部都守護 我們不必要像以前那麼痛苦的一個體操隊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邊我們到第55回合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在這邊給他殺好殺滿了 就算我今天殺到14星好了 也覺得沒有那麼的難過你知道嗎 因為畢竟他會補其他的星 我不相信同時他可以殺到這7顆 所有的守護讓我導致沒有 就算今天殺到7顆好了 也會還有1顆守護是6星 因為畢竟他是輪流殺嘛 你不管怎麼殺至少至少會有一顆守護是6星 我覺得這個狀況還不錯 不像之前那殺下去的話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硬要講的話一個人玩的話 或許用守護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隊伍 畢竟他能達到回合數我真心覺得是蠻高的就對了 好啦現在到57回合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對面殺我我就閃就好了 對按照這個角度對面只要再殺13顆 我的版面就滿心了 哇靠這個效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真心覺得這些改版早就應該出來了你知道嗎 對啊你不出幹什麼 好啦那這個時候基本上他很像沒什麼能力改版嘛對不對 因為他除了不開特性的話他變成全場以外 唯有在PVE有差別的就是他的強化石的基礎能力上升 不過光強化石的基礎能力上升 我覺得就上升了非常非常多啦 你看我原本是130 我加滿的話原本10的話只有到170 可是我現在是加20耶我可以加滿的話加了80總共會變到210 120跟170中間就差了40 在這個負力的壓力下面負力的那個威力下面的 喔那狀況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那這邊要殺滿的話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只要慢慢的慢慢的殺一步一步來 你看像這家6了嘛對不對 我再殺個8 欸沒有再殺個8嗎 對再殺個8次就結束了 當然啦我們這邊還要再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對面的隊伍還沒有完全清空 所以呢我們在殺滿之後呢 對面還要再我們還要再注意一下 不能說一殺滿我們就測 不然的話對面等一下暗殺殺到 我們又要重新歸零 歸零的話又要重新再殺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點點浪費啦 好啦這個疊層數的方式真的我看過最爽的樣子 你一開始這樣子不就好了嗎對不對 哈哈哈 我總覺得RD應該一開始早想過這個 可是他就不想要讓玩家太舒服 可能要有一些限制去才能發揮這個骰子的權力 但是就覺得反正乖路已經搶到一個地步了嘛對不對 那也不能再這麼強 如果一直在這麼強的話 那遊戲上去也很難玩 好啦我們這邊就已經到最後一刻了 都給他殺好殺滿了 62回合而已 包含守護的神術 以前守護我們就只玩過那一次 就不會想再玩了 真心因為很累 那現在呢基本上其實也沒有這麼累 換個角度想啦 現在的話你不管拿到過熱 拿到守護 拿到充電 拿到太陽 基本上都可以來打血統了 至於說到底哪個好呢 你越量越高越好 哈哈哈哈 對還是關係到越量 可是不管你拿到哪一顆 打起來都會非常非常的輕鬆 好啦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傷害啦 我們的傷害今天是來到了600多萬 嗎 我們再看一隻王好了 我們就給他挑到後面去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的傷害也沒有辦法到多遠 好啦那我們現在這一發下去沒有 這個600多滴應該是軍列打出來的 不管太慘 剛剛看到的630萬 這個時候應該是軍列的三層都給他上去 673萬啊 對673萬才對 軍列的三層加上月亮 跟之前昨天比起來的1500多萬 確實是差了50% 像你看我這樣670萬乘以1.515%的話 大概應該就是我昨天那個數字了啦 對因為還有管爆上 你爆上越高那個傷害會再更高一些些 剛好給他破了那個千萬的門檻 不然的話因為打下來還是百萬就不是很好看 你知道嗎 對你看我多一層就多了300多萬 就知道這個層數到底有多麼多麼重要了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我硬要講的話 我今天一個人的手銀 我只要有裂痕 然後再配上... 兩顆嗎? 因為我只要三顆就可以比上現在的兩顆了 我只要兩顆就可以比上現在的三顆 所以換個角度想 我只要有四顆滿等的手銀15層 然後加上一顆軍列然後再全部都吃到月亮的話 我就可以單人玩起來還比這個隊伍來的誇張 對當然是我要有幾數強化的潛力下 那這樣的話比起來我真心覺得 協同用守護還不錯 當然是初期啊 因為後期的話還是日月烈雪 好啦到現在我還是覺得不管怎麼樣 最輕鬆的方式還是日月烈雪啦 反正我只要殺滿就可以掛自己 當然說這樣也不多啦 你要真的最多的話呢 就還是用上地雷聖劍嘛對不對 然後再配上一個充電 但是這樣就是會掛到比較久 而且中間現在的BUG也不能用了 不知道大家還知不知道 原本地雷可以用保姆級的教學去學一下 怎麼去把地雷BUG弄好很簡單 結果呢沒了 對沒了有點後悔當初沒有刷 好啦刷也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懶 好啦現在到第69回合啊 這邊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後面看可以到哪裡唄 好現在是到了138回合139回合的瘋王啊 到這個地方我們的傷害呢還非常非常的標誌啊 那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調整了一下 因為剛剛我的狙擊位是吃到月亮的 我們最後調整一下 我們兩個狙擊位都有吃到守護 而且整體而言沒有差太多 最慘的大概就是那個軍隊沒有吃到月亮而已 但是也沒差 對也沒差 好啦現在來到了第140 剛剛139回合的直接打掉嘛 那我們再看看141回合的瘋王會不會有事 因為守護遇到瘋王的話基本上是涼掉 而且會滿滿氣心 是不可能再疊成的 除非對面還有事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目前的狀況 那確實沒有錯啊 我們普通打的就是267萬 然後配上軍隊的話一成是400萬 第三成的話就可以到670萬 哇靠真的是非常非常噁心 可是打轉喔 還可以 屍王也還行 哇靠兩邊都還可以處理掉 但是我覺得啦 他的傷害也應該到極限了 對應該到極限了 因為 跟太陽比起來啦 太陽雖然說他的傷害可能比守護來的低 但是太陽會疊傷嘛 他疊傷疊到後面 確實他的範圍 不只疊傷啊 他的範圍也會打到第二隻 還是有差 那這樣說 狙擊不是有範圍嗎 有啊 可是我只有兩顆 兩顆還只有30%而已 你知道嗎 我個人覺得狙擊圖會再過分一些些啦 不然的話 在協同真的還好 雖然說在PVP很過分 對 雖然說在PVP他確實有點強 PVP再多一格就很噁心了 對 但在PVP的話 我覺得那個層數再多個兩倍 我覺得都還好 你知道嗎 好了 然後現在到143回 惡王還沒有給他放技能 好啦 其實硬要講的話 我還是覺得日月獵血啊 多到這邊還已經玩到這麼極致了 這大概就是日月獵的狀況 沒有配上血 原本日月獵也是到144 那現在多的血的關係又多到177 可是那現在守護的話 我們用守月獵血他的極限 大概也就是在這個附近了 好啦 反正頂多再往前進一點點 現在是轉王嘛 對不對 我們再來給他看一隻轉王 好 那我們 總共是到8顆嘛 也不能再高了啦 除非未來月亮也可以改成8顆 如果月亮是強化8顆的話呢 我就只要兩成月亮就好了 如果未來這個遊戲要再做過分一點的話 應該就會朝這個方向去做啦 好啦 那接下來是獅子獅獅獅打掉 挨王的話呢 也挨到了 沒有任何的傷害給他出現 好啦 我個人還蠻期待 如果未來什麼14月有沒有 有那種8成的 我只要兩顆月亮就可以把整個版面給他拉滿 哇靠 那個遊戲一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實 我覺得玩到最後應該會這樣啦 反正你只能讓他越來越強嘛 然後越來越強之後 怪物又更強嘛 更強之後我們又更強嘛 我們更強之後怪物又更強嘛 不斷的輪迴 不斷的輪迴 然後有更多分類的模式 把所有玩家全部區隔開來 這樣的話玩起來可能會比較舒服 但要變得 入手難度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深 沒有像以前一開始進來 隨便玩都OK 所以我還是覺得 他可以把新手骰子給他加強一些 不然的話大家都沒到新手骰子 我現在這個樣子 你看全更新都是6顆傳說骰 沒有一顆新手骰 不要說新手骰 非傳說骰好了 非傳說骰如果有更新的話 我個人覺得不錯 而且可以把他大幅度的增強 讓他能夠挑戰傳說骰的地位 只要非傳說骰的運氣爆幹好的話 也可以把傳說壓著打 我個人還蠻期待這種未來的啦 好啦現在到了第148回合 好啦這邊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史萊姆 其實這時候想想 如果沒有史萊姆的話 或許我可以打到100 再多一些些對不對 可是我今天太陽的話 其實對到史萊姆也不用擔心 148回合的史萊姆 因為畢竟分裂 畢竟擴散嘛對不對 好啦我們給他跳過 我這邊會跳的原因 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錄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的畫面突然給我卡住 有點詭異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看到他被吼掉的那一瞬間 好啦這邊被吼掉的話 應該已經沒有希望了 對面應該也撤了 而我也不在線上 就是我在旁邊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 我可能在忙其他事情 但是我們的隊伍還在努力的掙扎 我們場上現在剩下3顆14星的 那些6層的就不要管他了 6層傷害就不管 然後我們的手 我們的軍列的傷害也還在 所以硬要講的話 我們的傷害只比剛剛 少了百分之 七分之四 我們有七顆嘛對不對 我們少掉四顆 七分之四 大概是二分之以下 大概百分之四十幾%的傷害而已 但是還可以 我們在四十幾%傷害的話 對到重力王 感覺應該是會被放技能 這個速度完完全全來不及啊 不行啊 會被吼又被 直接沒有了 但是我們場上還有兩顆 我們的軍列也還在 我們的傷害呢 是最一開始全勝實習的七分之二而已 所以按照角度的話 我們這個傷害應該是要再乘上三倍才對 好啦這個血量 居然乘上三倍 還是會被吼 完完全全沒有機會了 再給他凹了一關 這個就是掛機最後最後的力量嗎 好啦我個人還蠻期待未來太陽神可以出來 如果太陽神出來的話 這個隊伍應該又要消聲匿跡了 太陽什麼時候 才要被增強呢 其實太陽硬要講的話 早就被增強過啦 就最早最早嘛對不對 他最早最早的時候 那原本他的太陽增傷是不會有 他的加速啊 原本太陽的加速沒有那麼誇張 現在後期又再更誇張一次 對就那次之後太陽就再也沒有動過了 好第153回合 第一隻是咱們的七王 第二隻是咱們的瘋王 瘋王的話現在其實是來幫助我們的 你知道嗎 一個瘋王瘋下去之後 我們就直接拉到一顆12層 不過一顆12層 比起來那個傷害還是非常非常的慘啊 你看我七星的傷害就是六星的2.25倍了 那我一顆六星的話 還有傷害在那邊 喔那個我可能要兩三顆六星才比得上一顆七星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現在剩下六星月亮吃到狙擊的那個位置 在打那基本上已經沒戲了 六星月亮就算今天13月的話也是沒有用 14月的話那個攻速或許還有點機會 我覺得到後面攻速還是重點你知道嗎 好啦現在到第153回合 504張卡片已經到底了 但是呢跟以前比起來確實非常非常的噁心 只不過死在史萊姆啦 如果沒有死在史萊姆的話 應該可以再往前個一輪 可能就到下一隻轉王那邊 我覺得應該也到底了 這次改版確實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就我們而言是來的太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新手或是剛加入的話呢 確實是很好 你只要拿到能夠 不一定說你要非常高等的月亮 你就可以打到那個位置 你有更多的選擇可以去選 不一定就是要日月亮不一定就是要充電 不然的話呢現階段之前啊 都是要充電嘛 你不充電你的傷害就打不上去 現在呢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的 今天就算沒有充電的話 你用其他隊伍也是可以打上去的 我們還沒有試試看過熱你知道嗎 好啦最後是153回合504張卡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BFI我們下次再見321拜拜